嗨嗨,大家好,我是楊群 今天的主題就是 讓我們一起去超市 交鵝肝 注意,我是去大間的超市 選擇較多 小間的超市可能就只有兩三款 所以如果你想要多一點的選擇 請去大間一點超市 當我們進入到超市的時候 我們就會想說鵝肝會放在什麼地方 鵝肝感覺就是肉類 那我們去火腿區 應該可以找得到鵝肝吧 感覺這種東西就是要冰 找到了 正不愧是大街的超市 種類好多,而且一下就找到了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挑 才會挑到 是鵝肝這個東西 而不是其他哩哩喳喳的肉類抹醬呢 大家注意看 現在是楊群的 說文解質時間 Forgot de canard 後面的canard 的意思就是鴨肉的意思 如果你想要找是鵝肉的話 叫做 Forgot Forgot就是肥肝的意思 在中文的口語中 我們常用鵝肝來取代所有的肥肝 可是在法國的肥肝之中 其實有97%都是用鴨肉所製成的 可是中文只有一個字 所以會讓大家有一個迷思說 喔,鵝肝就是鵝肉所製成的 其實並不是喔 那我們來研究另外一個上面寫什麼 這個上面只有寫20%的鵝肝成分 剩下的80%就是其他部位的肉品 或是內臟的混合物所一起製成的 臭宅推薦大家買這種玻璃罐包裝的 這款是100%純鵝肝 來看一下它上面的字 丟後面的意思是產地 如果你到超市來 你有看到很多不同包裝的鵝肝醬 像是這種紫類的啊 或是旁邊用塑膠盒包起來的 我們真的比較推薦這種玻璃罐的 雖然它的價位真的比別的高 24歐一瓶 可是它真的比較好吃 你就來了 就買吧 現在來看一下這一款 這一款是什麼呢 它是Mousse de Canard 它就是把鴨肉剁碎 然後剁成慕斯狀的一種抹醬 它是抹在麵包上面的 所以它長得很像鵝肝 可是它不是 所以大家千萬千萬不要買錯了 它在超市有一大區 全部都是Mousse de Canard 所以 不要認為它是鵝肝醬喔 熟食區通常不會有鵝肝醬喔 這區是什麼咧 裡面會不會有鵝肝醬 這個它上面雖然有個Foir 可是它上面是豬肉 所以它是豬幹 不是鵝肝 名稱要注意 是的 其實一般的鵝肝的話 都會放在罐頭區比較多 一般玻璃瓶包裝的鵝肝醬的話 如果你在冰箱裡面那邊找到的 可能都是比較紙類或是塑膠盒裝的 因為鵝肝醬這個東西的話 在你還沒有開封之前 其實是不需要放進去冰箱裡面冷藏的 臭宅之前有買過這個 這個上面是20%的鵝肝醬 我沒有很喜歡這個的味道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這種東西真的要自己嘗試過才知道 他推薦這款給大家 如果想要嘗試的話 這個也是20%的Fargar 再來是臭宅介紹時間 一般的水 一般的水 這裏是香蕉 一般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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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餅 這個麵包會有這個麵包,這個麵包是橄欖 大家如果想吃得更道地的話,可以去買這種鵝肝專用的小麵包 當然你配法國麵包也是可以啦 我們買了這個,這個是百分之百,然後這個是... Pâté du Dimanche 我不知道鵝肝可不可以帶我去台灣啊 我媽有帶過這種包裝的,這種包裝帶回去好像比較安全 好,然後鵝肝這個東西是打開之後一定要放冰箱 然後一定要在短時間內吃完,不然它會容易壞掉 就這樣,希望大家有挑到自己喜歡的鵝肝 那就這樣子啊,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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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